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最新一集的《股坛思健》 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星期 其实世界真的发生了很多事 今天思生和浩德再和我们会否析一下 究竟政治和经济方面有什么事有什么影响 先讲讲内地的金融或者银行业 其实近几个月都不断传出很多存款户 拿钱都会有些困难 尤其现金可能有些限额 最新的河南就爆发了 疑似有些银行可能是倒闭或者破产 存款户达到数百亿计人民币是拿不出来的 我先问一下浩德 究竟其实发生了什么事 是否内地的金融体系 银行体系出现了问题 国内大部分民间存款 其实出路一旦是买楼 一旦是投资银行 银行其实很多时候 尤其是国营银行 大家可能就清楚了 例如大家在香港时听到那些四大国有银行 但地方银行其实都很多 而他们的营运监管 就没有我们见到大银行那么好 说真的 当然这段时间 大陆的经济是有下行的压力 你银行的生意很简单 就是收了全部的钱再借出去 如果你资不抵债 即是你借出去的钱收不回 或者收得不够快 那银行本身也会有问题 暂时来说 我觉得部分地方性的银行 可能有了一些个别事件 但你说是否全部大陆银行 都出现很大的问题 我想大家可能将地产市场的困难程度 会否波及银行 大家就开始拉在一起来说 很多人对于整件事 施生你这样看 其实会不会是夸张了 虽然可能有维权或示威出现 但其实整件事只不过是少少问题 我还未掌握具体资料 银行很健全 银行你一次过去擠提 他都顶不住 因为银行的钱不是放在隔万 等你随时去取 银行的钱是借出去 给人做生意 因为他收高一些利息 银行才有钱给存款利息 所以这些消息 现在说到真的一样 每个人去擠提的话 没有那间银行给到 不是一定被人擠提的银行 一定是有问题的银行 恒生在60年代都被人擠提 其实他本身运作都可以的 只不过每个人一起去取钱 因为一传说 银行有问题 比如刚才还没开始跟你谈 你都把银行都把银行有问题 欠了多少亿 欠多少亿都知道 根据媒体报导 根据媒体报导 媒体也没有做过调查 都是据民 这些消息一传 你放了定期的 都去取 我那个年代都见过 我银行一定有事 我说不要利息都不给我 银行真的没有能力 借了给你 你会给他 银行可以 譬如你有债 债就去抵押 去卖给别人 譬如金融海啸 其实差不多事情 你做了次案危机 就是你借钱给人买楼 那些人还不出了 香港60年代都是 银行收了存户的钱 就借钱给一些地产商 去买地 去建楼 当时管制得不好 他卖了楼花收到的钱 那些钱应该拿来建楼 他又拿去买地 越买越多 楼价一跌 他就没有能力还银行钱 如果传出来说 那些借了银行钱的人 不能还给银行 那些存户 就担心 去提款 大部分擠提 都是这样的 信心问题 现在就因为 之前 大陆对地产商 实施三条红线 就是收紧了 对地产商的借贷 一收它 它有些是预计了用新债还旧债 那没有 它就资金链断 资金链断 它发了一些债 就没有得给息 没有得还本 就变成了违约 违约一传出来 就是 你欠人家 发了债券都还不出 亦都是可能代表你借了银行的钱都还不出 银行 不是只是借给 借给发展商的 银行也有些钱 可能借给那间 机械厂 借给那间做打桩的公司 其他的有得还 就是 中国的经济 大体 还是健全的 只不过是 有下行的压力 不是已经 急剧下行 实际上 现在 刚刚公布 6月份的出口数字 比预期好 增长很多 他还 譬如他借了钱给一间厂商 厂商是出口去外国的 那些赚了钱 是有机会还钱给银行的 譬如开LC 他可以拿回钱 银行拿回钱就可以还 如果正常 他是可以这样运作 但是 齐齐一起去拿 连 还没到期的都去拿 那确实不行 所以一般政府 出现这样的情况 最好就由行政的官员 金融的官员 去了解了情况之后 将情况 告诉市民 不是很严重的 有部分 债务出问题 这些债务出问题 银行 是有足够的资产 有足够的 大陆的银行 也有监管 他是有能力还 只不过是要按照程序 正常的情况去还 就不是说你有三个月的存款 还有两个月未到期 都去拿 都可以还 当你变成恐惧性 周围 每个都去 传 传到 不知道河南 河北都有 山西都是 200个城市 现在最新的 这样 就失控了 所以就要有人 我说要有人 将大局 说出来 不用单身 因为 大陆 即使是地方银行 都是国有银行 都是政府会一起去揹 我相信 中国 就不想在这个时候 搞到存户 要剪阳毛收回多少成 为什么 我说不用 因为你不是国家的经济出现很大困难 出口是有盈余的 即是你是出口多 收钱多 找数少 现在他盈余 都是几千亿美元 即是每年 年计 年计 不是说 真的处于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 将这个问题 夸大到很厉害 如果它整体政府是有能力还的 政府会还 最多政府追究那些地方银行处理不善的人 至于中国政府 我相信 具体来说 它都会维持秩序 不让这些行为 发酵 发酵 全 蔓延出去 如果全 全 全国 想中国出事的 当然是 说到很大阵仗 是 最好你们个个去 银行门口 拿钱 拿钱 一炮过 就弄他 香港当时也试过 叫人去 汇丰拿钱 不过 你的谣言 在一些信息 不能流通 或者有关人事 处理得不妥当 才会蔓延 我看整体的情况 中国未到全户大量 会银行违约 不少数 我可以补充一下 刚才施生说的两点 第一 其实大陆的人民银行 都有关于这件事 都出来 所谓 澄清 澄清 我没看 关于这件事 他觉得不需要系统性风险 未有 这是第一 第二 如果大家记得 自从去年 刚才施生说 三条红线之后 其实国内的政策 关于房地产 其实都有控制 其中一个 其实去年已经说过一次 就是关于银行 对于地产相关的贷款 是有一定的控制 其实去年已经开始有 你看到去年一个统计的数字 就是说 大部分的银行 各有也好 甚至乎是民营的银行 可能现在看贷款 就是内房开发商的贷款 和按揭的贷款 可能是三成多至四成多 虽然是一个重要的比例 就是占总贷款的三四成 但不是全部都爆了 这个是此其一 刚才施生说的一件事 就算银行可能出现问题 可能比较局部 你也要明白一下 国内大部分银行的贷款和存款 都是人民币 外债其实很小 所以我们借了很多外国钱 还不了外国钱 你整件事想了 我们是外汇是很充足的公司 美国可以随便印钱 美国都联储高 即是 九万亿 印 中国政府都可以印 他整体国家的经济 处于良好状态 他因为一时的需要 便先印 他们一样印 例如在解放前 国民党时期 跟元捐、元捐的时候 印的规模 太夸张了 是超过经济的规模 便会出事 美国现在印的规模 都是与经济增长规模不一致 只不过他现在还是一哥 还是强国 大家都仍是买他的东西 我相信 中国现在的经济持续增长 只不过增长速度没有以前那么高 但在整个国际情况下 你刚才说 多少百亿 对他来说是失失税 他便印了 他不用印 他只叫人民银行 给他一些稳资 当他欠人民银行 都是一条数 所以施生的意思 就是中央印 绝对可以应付到这次的危机 内地的银行 看我们第二节 再谈内房的时候 再谈多一点 我想谈另一个新闻 挺震撼 就是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号 被人暗杀 不幸身亡 所以暗杀事件 没有关于政治事 似乎跟邪教 或者宗教有关 传说 传说 应该会否影响亚洲区的一些 可能是国防 或者关系 很明显 其实他一被暗杀 人们已经说这个问题了 就是安倍晋三 他上场以来 他其中一个政治的图谋 就是修宪 要修改日本的宪法 日本的宪法 其实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大仗 被美国战领 美国派默克阿塞将军 去领导他的政治改革 其中他就说 日本就放弃建立自己的军队 只有自卫跟军 日本以后不会因为主权的问题 国与国之间竞争的问题 进入战争 不进入战争的方式 就不让他有军队 不会拨很多军 没有军事预算 安倍晋三 由他外府岸信介 那个年代开始 其实他就说 日本应该正常化 作为一个正常的国家 应该有军队 美国一直不让他有 现在其实 有没有 都是美国想不想他有 因为美国现在 是要对付中国 对付中国 日本是他其中一只马 以前这只马 不听话 不让他有武器 现在要派一只马去打架 当然 给他一把牛肉刀 其实 美国的态度改变了 他一直目的是想做这件事 要做这件事 为什么以前做不到呢 就是要 参议院 有三分之二的票数 才可以过得到 不是简单的 不是押1%就赢了 以前不够差 现在就是 安倍晋三是为参议院 拉票的时候 被人暗杀 那就是有同情分 那些人就会支持 希望完成他的位远 安倍晋三派那些人 那批人都是支持日本要有自己军队 现在选举出来 有71%的人可能都是支持修宪的 变成了修宪 如果修宪成功 日本就有自己的军队 以前是中国反对的 韩国也反对的 另外东南亚有些被日本打过的国家 都反对的 如果 日本有了自己的军队 之后 战争就可能近了一些 日本的军国主义 冒起的机会就会大一些 这个会对亚洲的政治局势有一定影响 所以大家都要密切关注日本修宪 毕竟多了一个地方势力 正如斯三所说 可能危险程度就多了 多谢大家收看这节目 下一次我们会谈论银行和股票的问题